记者葛又豪高中报道,高雄反空屋大游行于傍晚5点多结束前,黄保署长李英元突然现身,他强调下午2.5于108年减到18维克,但高雄特别严重,这部分会专案处理。 反空屋团体提出4项诉求,包括1.提高空屋费,2.国营失业中钢中油开电污染实际排放量应在3年内降低53%,反对燃烧生煤,4.反对空屋法,环平法不当修法。 黄保署长李英元于今天傍晚5点多抵达现场,针对怀团诉求,他强调中钢、开电、中油的污染实际排放量都已进行减量,届时会请环团一起来监督。 至于环团要求的污染实际排放量,3年内降低50%,李英元说我不敢讲,但会努力打拼,不过全国明年先前20%,至于下午2。 5则于108年减到18维克,但高雄特别严重,这部分会专案处理。 李英元说目前高市府也要求前20大污染源共同承诺短期中期的减量目标。 经济部次长龚明星则表示,经济部配合环保署改善空屋,有短中长期策略。 短期是空气品质差时,启动自愿性降载。 中期是4年投入500多亿改善国营事业房屋设备,希望可减少怀放量达20-40%。 长期则是天然气机组取代烧煤。 高雄市海保局长蔡沐浴表示,高雄市的环保加盐。 标准以货环保署核定排气需符合天然气标准。 高雄市共600个锅炉将全部纳入管制。